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文化被中国人所记忆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今年的央视春晚似乎有点特别 所以有什么特别呢 也就是评论不多 是不是因为质量太好 是不是大家很满意 不是 那么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两个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央视 还有我们的网络 官方关闭了评论的功能 因为每到春晚一结束 吐槽不断 所以官方不愿意看到这种现象啊 给它关闭了 第二个问题 也就是 今年的微信呢 发明了一个功能 叫什么 抢红包 所以我们的观众朋友呢 抢红包去了 所以有个网友啊 很有趣 写了付对联 说 央视春晚四个小时 基本没看 微信群抢红包不断 横批 手机搓烂 那么我们必须要说一说央视春晚的历史 央视春晚应该是我记得啊 首次应该是1983年 延续到现在已经35次了 很长的历史 在当时央视春晚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节目 因为大年三十大家聚在一起吃饺子 热气腾腾 外面呢鞭炮齐鸣 因为什么 除夕夜 所以很好 并且节目里面都是大腕名流 有唱歌 有歌曲 有舞蹈 有小品 有相声 还有戏曲 满足了各种不同人群的需求 所以大家觉得央视春晚很好 最后央视春晚要播出的时候 大家去猜他的节目单 所以有很多人啊 就是一到大年三十 那就搬着板凳 就看春晚 春晚一结束 大家就开始评论 并且当时的春晚有很多好的节目 就流出来了 第二天就流出来了 在我的记忆中 比如说 李古一的香炼 这个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 飞翔的冬天的一把火 潘美成的我想有个家 董文华的十五的月亮 蒋大为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从小品来说 当时我记得陈佩思 朱世茂的 吃面 还有什么警察与小偷 都是很经典的 然后呢 我们再说 赵本山出现了 应该说 风风风火火 几十年 大家还是喜欢 虽然有很多人对他的作品有很多并购 但是 赵本山作为一个孝心 还是得到了大多数中国人的喜爱 我记得还有故事流出来 我记得当时应该是1987年 这个飞翔 飞翔是个混血儿 来自台湾 唱了一个歌叫冬天里的一把火 不久 在我们国家黑龙江的新安林就出现了大火 所以说 大家说哎呀这个飞翔的歌唱得好 你这一唱 这个大火了 第二年呢 这个央视又把他请来了 就说了 你不能再唱了 不能唱火 那么呢 怎么呢 唱水 因为水可以灭火 叫三月里的小雨 什么稀哩哩 稀哩哩哩 但是不巧 长江又发了洪水 所以这都是一种趣纹 实际上我认为是没什么联系 只是说春晚已经荣誉到大中国人的一种记忆之中 所以说很多人是有春晚情节的 但是我们也发现随着时代的发展 春晚似乎越来越不好看 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我觉得原因呢 恐怕来自于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春晚 他做一个 一台文艺节目 他要满足太多人的需求 文化需求 中国是56个民族 各有爱好 那么大家说 那以前为什么春晚这么受欢迎呢 大家要知道 在1983年的时候 其实我们国家 就是什么 结束文革时间并不长 在同时 我们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开了不久 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时代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文化呀 类似于一种沙漠 所以急需要甘全 像这么一种多形式的 这么一种大万云级的 各种不同风格的 确实可以说 满足了中国人当时的一种文化需求 但是今天时代在进步 时代不一样 我们今天 已经呈现出一种多元的文化状态 文化多元 价值多元 审美趣味多元 你想用一种 一台网会去涵盖所有人的爱好 从老的到小的 从少数民族到汉族 这个确实难度非常大 过去没有韩剧 没有美剧 但是现在都有 并且互联网这么发达 在同时呢 我们有很多地方台 比说湖南卫视 就火了很多年 湖南卫视的这个晚会啊 可能比春晚的收视力更高 还有东方卫视 还有一系列的 这个地方节目 都做得很好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再想期望一台晚会 把所有人都凝聚起来 其实春晚已经不能承受之重 承担不了这个功能 这是从文艺的角度来说的 那么我们还要说 如果我们再来 也再来思考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需要从政治的角度 来看待春晚 也就是春晚啊 它是一种大一统思想的延续 在中国的从古代到现在 我们的统治者都希望 我们的老百姓 听从他们的安排 统一的指挥 大家聚在一起 是吧 有说有笑 但是时代发展 在发展 时代不同了 还想用过去的那一种 把所有人都凝聚起来 像一个部队一样的 选难是不现实的 能不能更希望什么 更多的自由 叫萝卜白菜 各有所爱 所以说 这一种 这一种大一统的思想 选难是不能存在的 那么再往里面说呢 它里面还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政治意识形态的问题 也就是我们的党 我们的政府 很希望把春晚 办成一个什么 全民教育的一个平台 和一个节目 让大家什么 受教育 所以它里面有很多 价值观上的东西 你比如说 那春晚我们要表现什么呢 我们要表现 这个民族的谈结 这是我们必须要强调 第二个呢 我们要表述家庭的 这么一种友爱 亲情 第三个呢 我们还要去表达 一种政府与人民 人民与军队 的一种雨水情 所以当你加载了这么多政治上的要求以后 其实我们的艺术家 我们的导演 创作的空间就越来越小了 也就是很多节目 它其实仅仅就是希望人民在娱乐 而我们的政府是希望人民受教育 这两种思维出现了分岔 其实这种思维以前都有啊 比如说我们说看电影 在过去的时代 在过去的时代 叫受教育 我们看这个电影 我们深受教育 但是现在你还能用这种观点 去要求老百姓吗 那么在这里就带来一个问题 这个这种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就要去思考 其实如果我们去考虑一下 其实在1942年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发表的延安座谈 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这个讲话中呢 毛泽东的要求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 文艺必须成为党的工具和喉舌 所以对文艺进行了政治化 那么不是说你作家 我想创作 我就创作 我有创作自由 不行 你必须服从政治目的 你必须成为政治的工具 这样一来就问题就复杂了 因为文艺一旦失去了 一旦被捆上榜锁以后 文艺它就不能自由的创作 不能自由的思想 就没有什么灵感 同时它也就不接地气了 因为老百姓希望的是 反映他们的生活 他们真实的想法 而你要求就不一样 在2014年 我们习近平先生 也举办了一个 文艺座堂会上的讲话 基本上延续了毛泽东 那个时代的这种思维 我们也有很多艺术家 比如说范真啊 莫言啊 就用笔去抄延安文艺座堂会上的讲话 也引起了很多 网友和朋友的这种不喜欢 因为他们更多的希望什么 政治跟生活 不要联系的太密切 同时呢 你的政治 你不要干预到我的 个人生活 文艺应该属于艺术家 自由创作 自由放飞自己的思想 而不应该受到什么 政治的约束 所以这两条道就不是 就不是一条道 那么如果艺术家没有创作的自由 那么这种艺术作品 好的艺术作品就出不来 所以我们有时候不得不想 为什么 我们得的诺贝尔 就几乎 几乎趋着磕首 到现在可能两个吧 一个是莫言的 还有一个图幽幽的 是吧 医学方面的 没有 有人说 这是西方敌对势力 歧视我们 其实并不进来 更多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的艺术 因为没有自由 所以它达不到那一种思想的高度 就像一个鸟 被捆上了绑锁 翅膀被绑了 怎么飞翔呢 它飞翔不了 所以在今天 春晚由于 由于意识形态的限制 他就不堪沉重 他的每一个里面都似乎想表达一些 对党的忠诚 对社会主义的热爱 人民的一种 一种服从 这选拦呢 跟人民所要求的一种娱乐 一种追求幸福的愿望 是相反的 那么我们就说 由于意识形态的限制 所以春晚的创作 就创作不了好的作品 我刚才说的那些歌曲 还有一些小品 那么我们就会拉回来 我们现在社会生活中 有什么东西是老百姓最关心的 你比如说腐败问题 社会的腐败已经蔓延到 社会的各个角落 除了官方的 这种腐败 还有民间的人民 还有各个层面的 或者一种小的腐败 它已经延续到社会的每个角落 第二个问题 贫富不均的问题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一种 权贵资本主义 这是最差的一种资本主义的状态 也就是说少数的家庭 它已经控制了整个国家的经济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就会形成少数人 占有了国家绝对的什么财富 而老百姓就是穷者更穷 我们还可以说 比如说我们的农民 是吧 我们说在胡温时代 取消了农业税很好 习近平同志 在新年赫兹中 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 人民 这些贫苦的人民 但是人民的状态是怎么样呢 有很多山区的孩子 到现在就没有过冬的衣服 他们的教室没有一个窗户 对不对 所以社会的贫富不均的问题 是存在的 第三个 比如说我们当前的这种社会的热点 比如说我们的经济问题 我们的经济出现下行 很多农民工找不到工作 很多外企在搬离 我们的外汇在受到限制 所以等等这些社会的敏感的问题 他怎么 由于我们意识形态的限制 他没有办法在节目中体现出来 所以他接不了地气 你们我们可以看到 是吧 相声 相声的生命力在什么 叫真贬实弊 去嘲讽那些社会的丑恶现象 和社会不公平的现象 但是由于意识形态的限制 我们现在出现了什么呀 叫歌德派 我们的相声 确实不知道怎么在演下去了 在我们武汉 曾经有一个相声艺术家 叫夏宇田 是他首次提出来 要进行歌颂化的相声 所以他的相声全部是歌颂 歌颂社会主义的美好 歌颂新的生活 歌颂我们之间的友谊 但是 就不好笑了 还有我们的小品 同时 我们的这一种不接地气 就会使老百姓感觉到有隔离感 就说你没有关心到我的生活 所以说他就不会去看 所以我说的意思就是 这种限制导致的 我们的文艺作品 出不了好的作品 然后我们还要说 我们今天的春晚 其实越来越像 什么 一个新品老酒的 样板戏 有很多年轻的朋友不知道 这是什么叫样板戏 其实 经历过文革 或者年龄烧长的人 都知道 在文革期间 我们的党 为了控制意识形态 为了教育人民 我们进行了什么 我们由江青同志 作为总导演 我们 组织拍摄了八个样板戏 叫样板嘛 你照着来 以后就按这个模式 模式去做 叫八个样板戏 在我的记忆中 还是很深刻的 比如说什么 红灯记啊 沙加邦啊 自取威虎山啊 龙江宋啊 还有很多 但是八个样板戏 其他的全部不许放 因为这是正能量嘛 结果八亿啊 当时人民 就是说 这八亿到十亿 人民天天去吃八个菜 没有其他的可看呢 所以人们非常厌烦 但是我们分析一下 样板戏呢 就会发现样板戏 跟今天的春晚 注意啊 我说的是今年 现在的春晚 也就是说 八十年代 八三年开始 一直到九十年代 样板人名还是比较喜欢的 但是特别是进于 我们习近平先生时代以后 我们的春晚 越来越跟像样板戏 什么接近 样板戏有一个特点 第一个是政治挂帅 一切都要歌颂党的领导 要崇拜我们的政治偶像 也就是我们的毛泽东 同时呢 必须是正能量 是吧 同时他的整个模式 都是一致的 所以这一种板块 是就类似于我们的八股文 他当然就没有生命力 是吧 你比如说 我们说我们仇恨地主 但是现代人民发现 很多地主 都是很好的 都是勤劳自负啊 对不对 你说把人家地主的土地 抢了就抢了 那按照今天来说 那你合同法律 物权法律怎么保护 对不对 我把土地租给你 租给你以后你就不还了 然后还把我枪毙 那没有道理啊 是吧 你就按照今天的 所谓的社会主义 法律里也不行了 所以有很多东西 他是在过去那个时代 就已经被历史证明 是错误的 是不可行的 但是今天似乎还在继续 好我们来谈谈春晚 继续谈今年的春晚 今年的春晚 就有这么一个特点 我把它比喻为样板戏 为什么呢 因为他突出了一个什么 政治挂帅 里面演了很多 亲情友情 以及军民雨水情 但是实际上都要服从于后面 朱军先生 主持人朱军 著名的主持人 每年都高抗激扬 今年那不是说了吗 是吧 我们要紧密的谈结战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周围 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中华民族的复兴 实现中国梦 我们应该努力奋斗 这似乎就是迎接什么 迎接十九大的胜利召开 所以到这个时候 我们似乎就可以揭开谜底了 这个春晚跟老百姓没什么关系 它是要解决一个什么 一个政治正确的问题 它是要对人民进行教育 那么这种春晚 人民会受欢迎吗 我们再来看一看 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个我们最后一种压轴的大哥 这首歌叫什么 叫壮丽航程 壮丽启航 这首歌呢 这是近几年来很少的 就是一种肉麻的 对习近平进行歌颂赞美 实际上就是赤裸裸的什么呀 个人崇拜 我们来欣赏一下 因为奇文共欣赏啊 是吧 他这样说的是吧 你为中华复兴担当 你为盛世中国领航 跟着你 我们踏上新的航程 跟着你 中国道路壮丽辉煌 这就是这部戏 这个大连三师春节晚会的目的 要人民跟着领袖 领袖领着人民 这就是一种典型的 并且是应该说在邓小平时代和胡文时代都是很少见的 一种什么个人崇拜的鼓吹 我们再来看 这里就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谁领导谁 是党领导人民 领袖领导人民 还是 人民领袖党 领导党 我们必须要说清楚 实际上要说的问题是 我们党似乎有一种观念 就是说 党是先锋队 党是正确的 是伟大光荣正确的 所以我有这个权力去领导人民 你们只要跟着我 就会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最后会怎么样啊 实现共产主义 如果你想不实现共产主义和阻碍它 那么我们就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消灭 这个背后就是个逻辑了 那么我们再思考 来想一想 我们的宪法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 来自于人民 我们为什么要这个共和国 因为它要保证我们的安全 是吧 要保证这个社会的秩序 人民放弃了一部分自由的权力 给国家 国家作为一个仆人为人民服务 这不就是其中的 我们说的人民主权的原则吗 这不就是一种社会契约吗 但是怎么今天成了党领导人民呢 是吧 人民是党的父母啊 衣食父母 既然你是衣食父母 那就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说 哪有父母听儿子呢 是吧 所以这不符合中国的文化呀 不符合我们的逻辑呀 那么我们看一看西方 我们的西方 我们说说美国的大选 这个川普 西拉里进行极烈的交锋 但是他们都不敢得罪一个人 那就是人民 为什么 因为人民手里拿出选票 人民有权力去决定 当所有的精英都认为西拉里应该成为美国总统 但是人民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选择了川普 好大家说这个川普是很疯狂啊 但是也没关系啊 美国的宪法还有唐和权呢 四年你干的不好 人民可以收回对你的父权呢 是吧 那你就不能够再做总统了 所以说是人民领导着这个共和国 而不是什么少数的政治精英 少数的政客 或者说一个执政党去领导人民 那么如果这一个谜谈解开了 那么春晚似乎就走到了他的末路 因为你完全可以 让各个地方台去演 甚至我认为这个中央电视台都不应该存在 因为你拿着纳税人的钱 并且你还不停的打广告 那么这就是一个很矛盾的问题 你的广告的收入为谁服务 既然你能够收广告 那我们就不应该进行财政的投入 但是不会啊 为什么 因为它是党的宣传机器 它是一个工具 所以说我们看春晚 我们就会知道 如果我们的春晚 没有这么多政治意识形态的限制 让艺术家 让导演充分的发挥 即使他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 但是他仍然可以做一个好的传统节目 可以一直延续下去 但是你如果把它作为一种宣传的工具 去教育人民的工具 进行个人崇拜的吹捧 去愚弄人民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人民就会反感 人民就会用脚投票 就会去抢红包 人民就会 乔换频道 无论你怎么说 我们的这个收视率太高了 怎么样 人民不屑于顾 你即使关闭了评论的功能 但是人民仍然怎么 心里是一感 有一感秤 他知道你好 还是不好 那么说到这里 我就可以说 我们必须对春晚说 再见 别拿春晚 为什么 因为人民不再需要你了 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形式 我们需要的是自由 是需要的是民主 需要的法治 我们需要按我们自己的想法去生活 我们不需要跟随哪个领袖 我们也不需要跟随 这个核心 和那个核心 因为人民的眼睛是血亮的 人民自然会做出 他们自己认为正确的选择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点评 谢谢各位网友朋友 再见